大家好,我是母之位中医的曾令玲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冬至的中医小常识 那提到冬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景食物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就是汤圆 那刚好我们桌上就有两碗汤圆 这碗应该是甜的吧? 是什么口味呢? 综合的,里面有最常见的芝麻 芝麻 还有花生 跟没有包馅的那种原味小汤圆 小汤圆,我喜欢小汤圆 我们也喜欢 然后还有咸的耶 这里面是包肉的 包肉的 比较传统的,大家都会吃的 咸汤圆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吃 好,那讲到汤圆呢 刚刚有提到很多人都很爱的芝麻汤圆 相信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口味 那芝麻汤圆相信大家应该小时候都吃过 虽然芝麻汤圆很好吃 可是吃多了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的 为什么呢?因为芝麻它的热量很高 然后虽然它含有很丰富的钙质 但是因为热量的关系,油脂的关系 所以吃多了可能对于我们在减重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那花生也是一样 花生其实在古时候我们会俗称它叫 常生果 其实它当中呢,还有很多抗老化的一些微量元素 对身体是很好的 但是花生的油脂含量也很高 热量相对也蛮高的 所以呢就是对于 比如说比较肥胖的患者 可能这方面都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你有减重需求的这方面都要留意哦 那再来汤圆是糯米做的 无论咸甜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还是得适量 特别是为比较不舒服的病人 例如像胃食道逆流啊 胃酸过多的患者 可能在摄取上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比较不好消化 所以在我们冬至很开心大家团圆吃汤圆的时候 这一点要特别留意一下 对了这里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下有关汤圆的 另外的一些附加的小尝试 如果今天假设你真的吃汤圆 吃到稍微肚子有点胀气 不太舒服 前提是并不是胃酸逆流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喝一点点就是温热的萝卜汤里面 可以切几片姜 酱油暖胃的效果也促进我们肠胃的消化 甚至有些人如果你有学过我们穴位的按摩 也可以按一按足三里这个穴道哦 再来提到冬至还有讲到就是所谓的进补的部分 因为冬至是我们一年当中就是黑夜最长的一天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节气都会想要 我们应该来吃一点食补 可是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最近因为肺炎这个情况是蛮流行的 然后再来就是也考虑到三高的患者 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 所以如果你在进补上面有需求的话 麻烦一定要咨询合格的中医师 帮你调配合适你的食补 这样子才是真的对症下药 千万不要自己想到要煮什么 就任意的去买材料回来煮 甚至还加了全酒反而造成血压上升 或是血脂肪过高 甚至本来肺炎刚刚大病出癒 结果造成喉咙又开始痛起来 反而是得不偿失 好那我们今天的冬至小偿失就到这边 我是母之位中医的曾医师 那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来找我咨询 谢谢大家